瑞碎香柚花季接近尾声了 也算是每年3月限定的柚花香气 五个茶农特别以柚花作原料制作柚香茶 在保留延续柚花的淡雅清香 融合仙彩春茶分成培制 喝得到蜜香茶的回甘底蕴 柚香香气更是充满口鼻 唇齿流香 立刻掳获了消费者的心 而柚香茶的销售也拉长红 瑞碎香文丹柚花季接近尾声 茶农今天赶采花季最后一批柚花 来备制柚香茶 春茶以及柚花两种天然香气 融合在一起万事新香 春天又有小猎产吃到 然后花又香 我们是多每天火力全开 每一台机器都是在熏柚花 所以产量还比较不会减少那么多 今年春雨少文丹柚花 花季也来得晚 也让茶浓与花石春茶追赶跑跳碰 要在短短一个月的花季期间 备制柚香茶 以第一手鲜彩的柚花 融合献彩的春茶 分成备制 喝得到蜜香红茶 喉韵回甘的滋味 满口的柚花香气真是迷人 因为我们今年也是一样做两款 就是一个蜜香红茶 一个蜜香绿茶 它的香味滋味都不错 因为今年的气候 就比较冷一点 然后对茶的品质都很好 日瑟湘五鹤茶区 每年三月文丹柚花盛开之际 各家茶农也都会以蜜香红茶 或蜜香绿茶为基底 所以鲜材的柚花 备制成柚香茶 由于当季限定 产量有限 因此也成为了消费大众 年年期待抢购的茶品 也进一步提升地方特色茶的农场经济 那个柚花跟清香红茶做融入在一起 所以消费者如果说来买茶叶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稳得到那个柚香的那个香气 还有茶香味 最后一波柚花目前都陆续凋谢 化作春泥 淡雅清香的柚花香气也随之消散 但是无喝茶区的茶农 却以备制的柚香茶 留下柚花的鱼香 在春寒料鞘的时节 不论热饮或冷泡 都能存此留香 平民满口的春天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有将试最训的 老四 并主